好,題目是說 像右邊這個圖 六個空格裡面要填入 一、二、三、四、五、六 那不得重複 就是這個六個數字 剛好每一個都用一次 那麼問你說一、二要在同一行 或者同一列 這樣的方法有幾種 那一跟二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先把這兩個填完 再來填其他的 那一在這六格裡面 隨便選一個 當然它的方法數有幾種 六種 一的話 它的方法數就有六種 隨便你找 比如說你找到的是這裡 那如果你找到這裡 二只能填在它同一行 或者同一列 所以二可以填的有幾個 是不是只有這三個可能 填二的話 是不是只有三個可能 所以老師我不見得會填在角度 填這個角落跟這個角落 跟這個角落跟這個角落 跟這個角落是一樣的 意思是對稱 它 你填這個角落也是會有三個選擇 填這個角落也會有這三個選擇 所以角落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 我一不是填在角落 一是填在這裡 那二可以跟它同一列 可以填這邊 同一行可以填這邊 還是三個選擇 所以二還有三個選擇 再來 三 四 五 六 這四個數字要填在剩下的二 一定填在某一個 這三個其中某一個是填二 填上去 填完以後 剩下還有四個 四個不同的位置讓四個數字 不同的數字填進去 會有幾種變化 第一個是不是還有四個選擇 再來就變剩下三個再來 二 一 所以這裡會有四階 四階層這樣 所以 這邊就等於 三六十八乘上這個四三二一 所以這乘出來的答案就是 多少 四百三十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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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